欢迎收看小高 全红蝉国庆节之后 离开老家麦河村 回到了北京 他在世道媒体上 晒出了和王俊凯同逛 环球影城鬼屋的视频 在鬼屋里 全红蝉全程一直拉着 王俊凯的衣服不放手 真是太逗了 王俊凯在前面走 全红蝉拽着 王俊凯的外套不放手 其中一次 全红蝉吓得摔到屁股 随后一边走一边摸屁股 真是太搞笑了 见到全红蝉拉着他的衣服不放 王俊凯特意调侃全红蝉 问他是不是冷 要把外套脱给他 全红蝉赶紧拒绝 要是外套给了全红蝉 蝉宝就没法那么方便 拽王俊凯的衣服了 全红蝉全程的表现 让随行的人笑翻了 全红蝉在社交媒体 晒出了视频 师兄谢思义留言调侃 把人家衣服扯烂了 全红蝉回复 我不是故意的 全红蝉还在社媒和王俊凯互动 贴坦凯子哥辛苦了 思考衣服没事吧 王俊凯回复 不辛苦不辛苦 就是衣服比较苦 全红蝉此战参加了 王俊凯主演的电影 刺猬的宣传活动 两人有了联系 王俊凯生日的时候 全红蝉特意在社媒发文祝福 这次全红蝉 结束在老家的休假 回到北京 两人一块逛起了环球影城 王俊凯这段时间 又有电影在上映 看完视频 网友纷纷评论 一时之前 不知道该羡慕全妹 还是羡慕王俊凯 全红蝉妹妹 你要不要看看 自己已经把小凯衣服 拉扯什么样了 还有网友针对全红蝉 在视频中的反应评论到 王俊凯刚想拍拍全妹的肩膀 全妹突然就飞出去了 不用看正脸 就知道是全红蝉 这弹跳力 一般人真的跳不了 两人走出鬼屋后 王俊凯看着自己 被拉扯的衣服 全红蝉 则要回归正常的系统训练了 蝉宝奥运会夺冠之后 已经两个多月 没有系统训练 这是他自从2020年 进入国家队以来 休假最长的一次 但其实全红蝉 并不是完全休假 因为他参加了太多的活动 相当于一直在营业 全红蝉的小脸员了不少 回归训练之后 首要任务就是减重 新的奥运周期 全红蝉仍然需要付出 很多的努力 才能保持高水平 他此前表示了 不会见好就收 意味着还会至少 再冲击一次奥运会 期待全红蝉 未来创造更多佳绩吧